这个男人,被四个持枪暴徒包围,他不仅不害怕,还抬手看了眼表,表示9秒内结束战斗 男人一波逆天操作,干掉了暴徒,并且给逃跑的领头补了两枪 他就是退休特工,兼私人侦探罗伯特,罗伯特拿走对方的钥匙,准备离开 临走看见车里还有个孩子,他好心放了对方一马,却被孩子开枪偷袭 罗伯特负伤,不得不开车离开酒庄,却因为失血果都晕在半路 多亏被一热心警察吉奥救下,后者把他送到了最近的诊所 医生及时帮罗伯特取出子弹,后者才捡回一条命 事后,医生没问罗伯特重担的原因,只问了一个问题,你是好人还是坏人 罗伯特却无法给出答案,只能说我也不知道,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 他总算恢复健康,多亏医生跟吉奥的帮助 罗伯特久违享受到平静的日常,不过他也没忘了证实 晚上,罗伯特一秘密的方式,向中情局提供了一个坐标 并解释该地的酒庄内,全是从中东走私的货物 接线员还想问他叫什么名字,罗伯特却挂断了电话 他身上背负了太多杀孽,只有T压迫着伸张正义时 内心才能找到一种奇怪的慰藉 第二天,罗伯特继续在街上闲逛 纳普勒斯的景色十分动人,镇上的居民也很友善 不过总有些臭鱼烂虾搞破坏 这天下午罗伯特经过鱼店,看到几个混混收保护费 店里不时传来老板的惨叫 罗伯特望着远处的十字架,只能强行压下心头的怒火 而小混混骑着摩托车呼啸而去 路上行人都躲得远远的,光吐小混混,之所以如此嚣张 是因为当地黑帮老大,是他哥哥,隔天 罗伯特上街买鱼,老板知道他是一生的客人 说什么都不肯收钱,小小的镇子充满人情味 与此同时,中情局的人前往酒庄 并缴获了大量违禁品,以及1100万美金 反正看守都被罗伯特干掉了 他们这一波等于百简,大家难免好奇 那位匿名举报者,究竟是何方神圣 另一边,黑老大还在作药 他让小光头给镇上的居民施压 争取把这些人赶出小镇 然后将此地开发为度假村 大发一笔横财 傍晚,小光头开始行动 他们放火烧掉街边的鱼店 店老板看着多年心血毁于一旦 差点扑进火海里 他的妻子也归在不远处大哭 没了这家店,就没了收入 他们一家三口将来要如何谋生 罗伯特看向身后的混混 几乎要控制不住心中怒火 他跑进教堂平复心情 天亮后,和街坊邻居一起 帮于店老板收拾破败的店面 杰奥则全力调查纵火案 想找到混混放火的证据 为于店老板讨回公道 日子一天天过去 于店老板在大家的帮助下 重新开业 罗伯特逐渐适应意大利的节奏 还跟咖啡馆的女老板相识 他越来越喜欢这里的生活 当地居民也接纳了这位美国邻居 而中情局的女探员艾玛 寻着酒庄指纹 找到了罗伯特的位置 艾玛想继续查纳一批毒枭 搞清楚他们的供货商 罗伯特给了一点提示 他让艾玛想一想 为什么是西西里港口 而不是阿尔巴岛或萨丁岛 哪有人运毒从最安全的路线走 艾玛推测 内路派占领了纳布勒斯 与此同时 吉奥去接放学的女儿 却得知他被人带走了 吉奥急忙跑回家确认 不料几个混混坐在客厅里 还抓住了他的妻子跟女儿 混混抱走吉奥一顿 警告他不要再查纵火案 否则就对妻女下手 吉奥去找医生处理伤口 罗伯特看到他的惨状 赶紧问医生发生了什么 后者表示 此地有一帮黑手党 简直就像毒瘤一样 只要不去除 这个阵子就无法宁静 果不其然 小光头又开始搞事 这晚他闯进餐厅 坐到吉奥一家旁边 让对方找索马里人借艘船 这莫名其妙的要求 摆明了就是要为难吉奥 而罗伯特就坐在角落 死死盯着小光头 他挑衅的眼神 引起后者不快 小光头走到罗伯特桌前 问他有什么意见 罗伯特表示 我真的忍了你很久 可你老跟个苍蝇一样 不断飞来飞去惹人生气 小光头闻眼 想动手打人 结果被罗伯特攥住手腕 他按住小光头的正中神经线 表示这地方的痛点有十级 只要达到四级 就能让人大小便失禁 你要不要试试看 小喽喽剑领头的被控制 一时间不敢轻举妄动 罗伯特让小光头交出武器后 就把对方赶出了餐厅 不过 两人见的梁子算是结下了 小光头让手下把枪交出来 他要回去杀了那个美国老 小光头过去查看情况 发现车里的麻仔已经死了 紧接着 罗伯特拿着酒瓶登场 他盗着麻仔脑袋 就是一瓶子 小光头赶紧掏出刀子防身 罗伯特三下午出二将其解决 杀他跟砍块罗伯特没什么区别 第二天 警察就将现场包围 还在混混车上搜出大量违禁品 另一边 艾玛找到纳伯勒斯警察总长 希望对方配合中情局工作 将隐藏在内陆的药贩子揪出来 总长表示会全力支持 还提出犯人交给艾玛审问 可下一秒 他就带人前往黑老大基地 对方正在为小光头举办葬礼 总长告诉黑老大 中情局已经怀疑到你头上 你最好把尾巴藏好 不要让别人找到证据 原来 艾玛要找的供货商 就是黑老大 此刻黑老大 被总长的态度激怒 他一笔手定穿对方手掌 小弟麻溜过来砍断总长右手 黑老大警告对方 尽快查出杀害小光头的凶手 要不然 下次就不是剁手 这么简单了 局长狼狈地带着断手离开 他被袭击的事 很快传到中情局那里 艾玛还没搞清楚怎么回事 前方的三辆车就一起爆炸 整个街道乱作一团 艾玛被送到医院急救 好在他只受了一些皮外伤 而黑老大抓着急要来到小镇 他站在街上大喊 让知情人交出杀害弟弟的凶手 周围的居民被喊声吵醒 纷纷出门查看情况 只见黑老大射上急要的耳朵 小警察的妻女在一旁大哭 这时 小巷中传来罗伯特的声音 他让黑老大助手 自己才是杀害小光头的人 说完 就把手枪放在地上 黑老大打算杀易警百 当着所有人的面 击毙罗伯特 谁知还没等他开枪 身后就传来一声枪响 竟然是医生跑出来 那就罗伯特 雨店老板见状 也出来阻止 居民纷纷拿出手机录制视频 他们在用自己的方式 保护罗伯特 黑老大虽然在此地为所欲为 但是不能把事情闹太大 黑老大憋着一肚子火 待手下撤退 他们回去就连夜开会 商量着要怎么干掉罗伯特 黑老大怎么也没想到 还没等到他行动呢 罗伯特就先找上门来 这晚 守在黑老大宅地门前的大胡子 突然听到汽车警笛声 他马上带枪过去查看 可车子附近并无可疑之处 大胡子放下警惕 掏出根烟 不料下一秒 就被罗伯特抹了脖子 紧接着他又潜入室内 切断了别墅的店员 三个打牌的马仔 立刻警觉起来 为首的长发男 起身到窗边查看 没有发现可疑人物的身影 他正要回到牌桌 却被人一枪击中 躲在暗处的罗伯特 如鬼魅一般 轻松解决了三个马仔 他顺手拿起烧火棍 去找黑老大 职业的人 这会儿正在查监控呢 赫然发现自己身后有个人影 下一秒 就被罗伯特薅住头发 一棍子冻穿咽喉 他的血 漫到了地面的装饰玻璃上 此刻的黑老大还在熟睡 全然不知死神已经找上门来 罗伯特继续深入内部 没多时 又累死了一个巡逻马仔 而黑老大突然觉得脑门一凉 他伸手摸了一把 居然摸到微凉的血迹 黑老大疑惑的侧头查看 发现枕头上 积了一大滩血迹 这时 他头顶的才会玻璃裂开 二楼的尸体摔了下来 黑老大迅速翻身下床 才没被玻璃扎成马蜂窝 他立刻取出衣柜的枪 身上已经吓出一层冷汗 黑老大急切地呼喊手下名字 结果没有一个人回应 他出去查看情况才看到 到处都是小弟的尸体 没什么比敌人在暗处更可怕 黑老大的心 已经提到了嗓子眼 他断着枪 一通乱七八糟的扫射 完全乱了阵脚 而罗伯特趁机钻出来 将其积运 等黑老大再次清醒 就发现自己被绑在了柱子上 铁丝紧紧累着他的脖子 每一次吞眼都传来剧痛 罗伯特过来解开束缚 黑老大连滚带爬的逃跑 不过不久前 罗伯特给他喂了药 黑老大这会儿没什么攻击力 而且全身发软 跑也跑不远 他刚走出大门 就被过路车辆撞倒 罗伯特跟在后面冷眼旁观 黑老大拼死往前爬了一段路 就彻底失去呼吸 横尸街头 而另一边 小镇人民正在教会巡礼 两处风景截然不同 第二天 黑老大的死登上新闻 罗伯特去探望受伤的爱马 或者看到新闻 猜到这是出自罗伯特的手笔 但他还是想不明白 罗伯特是怎么追查到了地下酒庄的交易 其实方法非常简单 罗伯特最开始 只想帮一个叫格雷的瓦匠追回养老金 九个月前 对方的账户遭到了黑客袭击 罗伯特顺着网络一路追寻 没想到 找到了走私称重站 故而发生了之后的事情 罗伯特把装有养老金的包放在病房 出头爱马以中情局的名义 将其转交给格雷 爱马病好后 找到了瓦匠一家 夫妻俩看见攒了一辈子的钱 忍不住落下热泪 他们差点要卖掉房子 露宿街头 从没想过 一个陌生人 居然会帮忙追回这些钱 而此刻 我们的霍雷锋还在意大利 他爱上了这里的生活 找回了追求已久的平静 影片到此结束 但自尔华盛顿已经快七十高龄 所以打斗戏份激烈成都下降 故事仍然延续前作 帮被受压迫的人伸张正义 主角菩萨心肠 魔鬼手段 这一次他不再离群所居 而是融入到纳布勒斯的烟火器中 虽然是杀手 却有蝉意 整个电影反其道而行之 尽管是动作片但节奏缓慢 颇有几分老派西部片的感觉 也算是为深渊人系列完美收尾